今天是去調光的日子,隨著突破百萬訂閱之後 也開始比較有心力,能來處理錄影的品質 雖然因為我們的攝影棚很小,很難做到太大的改變 但前陣子我們還是先整理了攝影棚 然後又調整了打光的角度、亮度 還換了一組腳架跟鏡頭 讓自己不再因為廣角而被拉得過胖 最後一步就是要調光了 雖然調好了之後,還是會有一點步驟跟流程需要調整 但這樣之後,就能讓大家有更穩定的觀音體驗了 希望一切順利 GO GO!